台北市建坛附近的基隆河 前天发现有一大片都被染成了红色 而市政府追查 发现到源头是距离建坛抽水站 大约有一公里的一家洗染定色工厂 昨天环保局前往 工厂把排放污水的岸管封闭 勒令停工 并且开罚了60万元 还要进一步追讨业者的不法利得 台北市环保局人员爬上梯子 将埋涉在工厂墙外的水管水泥敲开 揭开着伪装雨水管的正面目 水管一端接近工厂内部 第一头接到排水沟 这家从事衣服洗染定色的伪汉工厂 二三号就是寻降的模式 从位于士林后港街的工厂 排放红色颜料水 到九百公尺外的剑潭抽水站 再排入到基隆河 造成基隆河下游的三角度 河水一片红色 排出红色的水被我们现场查获 那依据这个业者的这个说法 昨日我们告发他了 他是坦承这个 他有这方面的一个行为 维汉工厂二十四号一早就大门深锁 上午负责人并没有出面 但工厂防射老旧 平时更是窗户紧闭 贴上谢绝参观等字样 不让陌生人进出 因此工厂从民国77年成立至今 黑心排放污水 从没被发现开罚过 这次环保局抓到 除了将案管封管 勒令业者停工 并会依法开罚最高罚还 我们会以最高的罚盘来处罚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今天会将他这个非法的管路 也就是案管呢 查封 让他不能再排出 那另外一个动作就是 我们已经命他整个 袭染的这个定射制程停工 环保局表示 这家伪汉工厂登记两个门牌号码 其中一家地址167号 有合法纳入工程馆排入污水厂 但169号只是偷埋案管 借此掩人耳目 环保局将会进入工厂内部击查 了解公司排放污水有多久 以及情节有多严重 进步追讨业者不法利得 记者林贤吴家宝台北报道